當年秋冬這段時間 在台南的半門 來海洋都可以欣賞到 渡舊黑白 也有人說是黑白海洋 今年只要來台灣一次 今年已經準時來報道 現在算算的素量有夠的清潔 豐富的海洋裡頭 閃閃時四比海洋的經濟 給人看得到心涼比透開 這麼清潔的黑白椒 在裡頭的時候 做會在天上杯 看起來就不會收納一塊黑龍一樣 這種的經濟實在真買人 愛生鳥 愛沾沾的民眾 都像是來到台南北門清潔 那有幾個限定的美景 因為黑白椒普通都生活在中國的北方 只有在冠天的時候會背來台灣過當 白天的時候他們是出去 我們整個雲林嘉義台南的 附近的漁溫區密室 每次夕陽西下了之後 他們就會選擇來這邊 做睡覺做一個棋棋的地方 整個像絶對沉浸這樣子 揮想的那個真的是很漂亮 我正辦問的海邊已經有過了清潔的黑白椒 未來的冠天的九 數量有可能會超過一萬 特別蘇南椒外的軍隊一樣 也有很多愛生鳥的民眾 都很期待的 記者綜合報道 我可以找到 屹立 我可以找到 屹立